8月20日,下午時間到4點09分 歡迎大家收聽今期的健康大數據,我是Renny 在電話那邊,有聽做朋友很熟悉的我們的趙博士 我們今期節目裡面,趙博士會帶來一些相關於牙齒和退休方面的健康數據 有請趙博士,你好 Renny,你好 好,今天我們就講關於,其實很多小朋友的父母很喜歡聽的 因為講關於牙齒,但是很少會拿大數據和退休和牙齒有關 首先我們講一下,有100個人裡面,如果過了65歲 20個都會有蛛牙齒的情況 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的牙齒也不知道,因為他沒有看牙齒 所以變成,或者他看牙齒的時候就說,我不知道 X光怎麼看得到呢 所以你說,不是啊,蛛牙會痛的,是不是 蛛牙會痛的嘛 但是一會兒我就會跟你說,為什麼他不痛呢 上了年紀的人會有蛛牙齒也不痛呢 這個也挺有趣的 有100個人裡面,有68個 這個叫做牙齒有牙齒有牙齒病 另外呢,就是五個裡面,上了年紀的人退休的 就是每五個,即是100個裡面有20個沒有牙齒 去到70岁的时候 100个里面有20个是没有牙齿的 100个里面有68个是有牙周病的 这个数据你怎样看? 你又不是65岁? 其实我不用65岁我都已经有蛀牙了 都已经剥了两只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不要说说其他 只是作为一名有蛀牙的患者 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心路历程 我觉得全世界最害怕的就是去看牙医 还有现在科学昌榮 近几年去找牙医的时候 发现原来一些小手术 例如补一下牙或者剥了牙 这些就不及得像之前 二十几年前我看牙医的时候 那么痛 真的科学昌榮了 就是 患者的痛苦是减少了很多 但是 一大约你幻想牙病的话 无论 由胃口开始说了 你已经 不是这么享受那些食物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连一段时间 健全的牙齿都没有 你怎么会享受那些食物呢 直接就影响到你的营养的涉入 然后呢 就是牙痛这件事 它突然之间发生 你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 所以如果你不是定时定期去看牙医的话 你是不知道 就是我们人在安乐的时候 硬是没有什么幼幻而食的 就是觉得好吃 好吃好住 那些食物又美味 哎呀 行了 就是 不会有学会去控制 但是 等到它打到来的时候 一大约开始痛 哎呀 你的幸福指数是直线下降的了 是啊 有牙病和没有牙病的人 真的 我觉得他们两个根本就是 两个世界的人 一个是很享受自己的生活 而另外一个 就是 没什么快乐指数可言 对啊 你现在真的 形容到整件事 如果回到小朋友的时候 你想想 可以任食糖 不过的问题 现在是820号 还有两三个星期就要开学了 被人困住了 有些是质田鸭 有些是要 总之要变成成成功的那些例子 就要在考试里面 跑出来 我们每个都看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都不是很快乐 他们开始发觉 这么多东西要跳过 接着做了 做了大人 大人 大人呢 就要顾着什么呢 要顾着稳 为什么要顾着稳 因为呢 去到退休那段时间 就要从那一笔里面慢慢撕 所以就形成了我们今天说的 退休和牙的问题 就是 你当然不要去看这么多牙医 牙医 留回来看医生 留回来退休慢慢用 谁不知呢 原来你少看牙医 可以令到你的生命 不单短一点 因为有些牙病 可以影响心脏 甚至是脱了一两只牙 那就不是这么简单 还有就是 就是刚刚说到 为什么会 珠牙都不知道呢 因为上了年纪的时候 你的神经线是会萎缩的 那以前呢 所以没那么痛 不痛一点 其实是感觉不到 我感觉不到 我感觉不到 没了感觉 你没有感觉 你没有感觉 那你就变成 注了也没有感觉 那就是说 那他当然迟早会有感觉 但他已经注到很入才会有感觉 那就是大件事 那就是说 如果不看的话 就只是会有大件事 就是有炸弹 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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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处理 这样不是慢慢 不是小事 一定是大事 你才会有痛 所以你是不可以靠痛 然后做以前的indicator 小朋友就会痛 这样去看 没有什么 我们填回去 去到长者那段时间 通常长者就退休 在那个情况里面 那件事就是要变成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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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牙筋 为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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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柱牙 以前不用的 因为它柱就柱得深 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那些牙肉 很多时候会萎缩 那你萎缩 那它就不是柱牙 本身这么简单 它是会柱牙筋 就是变成了一样 牙筋 有菌去注射它 那这个叫做 Root Caries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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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牙筋 被它侵蚀 那就是 那 那为什么它进去 那里呢 因为那些牙肉 有了一些位置 让它走进去 原来这些菌 原来不是只喜欢吃牙的 原来是喜欢吃牙筋 这个很重要 是不是 但是一大只 是 菌是进入了牙筋的话 等于这颗牙就不能够了 要剥掉了 是的 但是它召称转 现在在另外那边进入 本来就说 小朋友 记得拆牙 现在拆牙 都不是很有用 因为它是在牙筋里进去 那煮得更快 所以就是 就是 这件事情 很多人都很想我们今天说 因为他们说 为什么会 常常有这些数据 又要度牙筋 又要有牙筋的问题 它有刷牙的 整个拍子是不同了 以前 以前走一套 现在要走另外一套 要知道里面那些 就是那些数据 是说些什么 才可以处理的 否则 你根本是不知道的 是的 是的 那这件事就 希望帮到大家 就是说 那些牙原来 可以不用在牙 牙的位置注入 可以牙筋注入 那 即是说 如果你不看牙医 你是不是没有办法去知道 差不多是这样 那是否洗一次牙就足够呢 不是的 因为 因为其实呢 两三个礼拜内 已经可以住了 那即是说 是不是每三个礼拜看牙医 那又不行 因为 因为很贵的 那样做法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 就是你要 你要很清楚 management 在 究竟为什么会这样 有些什么 会令到我的牙肉 会 会到上面 会 会开始 蚀了 这样 那就是要不要只是看牙医 要看一些叫做 甘的specialist 这些 这种牙医 是 再进修过的 那它呢 就会和你量一下 你的牙肉 虚了多少 那然后就看实它 每次呢 就是人家去看的时候 就 就 它会和你 它和你量一量 那如果你开始 哇 越来越深了 就是它刺那支 东西越来越深了 那你就要做些事情 那它有很多方法去做 那其中一样东西就是 你是不是经常口干 因为口干呢 抹大口睡觉 或者 平时 人家醒了 都会口干 就是会有多了很多机会 是那些菌会咬你的牙筋 哦 这样啊 是的 这些数据很重要 那你说原来一年呢 要看 我今年50 我也看了很多年 就是又看牙医 这个叫periodontist 这个叫periodontist 那就是两边都看的 那我一年呢 就洗大概三至四次牙的 那就是整天都盯着这些东西 那我就因为 因为你只有一副牙而已嘛 那那为什么会那么紧张 这些东西呢 因为你要看实它 如果去到 退休才处理呢 很多时候 你只想着有空才处理呢 那那个问题 其实就贵了和大了 因为那些牙肉呢 是一早可以做好的 我一开始有些口干呢 有一个专家告诉你 自己不知道的 所以就会引致很多问题 所以整天要查住 而且只要三个礼拜 一出事 整个口腔不好的时候 可以三个礼拜内 刚刚才看完 那就是蛛牙了 或者蛛牙筋 可以这么快的 好 谢谢赵博士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我们继续听听赵博士的数据 下次再见 星期四 六至一晚餐堂食 欢迎有九折优惠 太原海鲜酒家 直指在 DannyCity 950 King Giant 电话 650-878-8833 650-878-8833 东华医院 拥有125年的悠久历史 一直致力出进社区健康 我们很高兴宣布 将会兴建一个全身癌症 同输液中心 为社区居民 提供更优质和变质的服务 为兴祷东华医院 服务社区125年 我们城市邀请你参加在 8月30日 上五九点至中五十二点 居人的爱心献东华 电台筹款 券款2000 415-677-2470 被捐出的每一分每一号 都为病人和社区带来更多的支持 请勇约支持 东华医院 券款2000 415-677-2470 如果你还没去过三藩市 老小咸儿的国家公园 Presidio 请接受我们的邀请 带上你喜欢的杖料来这里消敲 欣赏金门大桥的景色 TOMETOP Presidio 隧道顶部公园 这里有数英里长的跑步经 沙滩 探 探斜 社区活动 博物馆 还有更多更多的地方等你来探索 请浏览 presidio.gov 查询免费活动 规划这次访问行程 SmartPlan牙医 陈所推出 昨天中牙优惠 现在中牙每只包人工植牙 连接体及牙罐只收2280元 简单说 刷系最便宜最美 优惠至8月31日指 中牙是复服进食 加痰和微笑的最佳途径 等你儿童拥有自己的牙齿 SmartPlan金医生 有15年以上中牙经验 服务湾区各地病患 投资好 陈所提供免费检查和X光 位于Gupertino South Atlanta 大华小市对面 郭月宇尊线 669-294-7969 669-294-7969 中美签证服务中心 专业办理一切 有关美国护照赴中国 签证的一条龙服务 和中国护照更新 以及一切文件验证 委托书和生存证的办理 本公司本着 专业诚恳的态度为僑胞服务 星岛仿客中心代理 中美签证公司承办 地址丹凡市625号 Kerny街 这张电话 415-282-6888 健康大数据 会为大家 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 好,回到第二节的健康大数据 我们将时间继续交给赵博士 所以我们说到牙齿 口腔很重要 一些地方是阴阴湿湿 又见不到阳光 最重要是湿 一想起腿 脚指腊 脚甲下面 有时生长了脚甲 便会知道有味和有菌 放下去养一下 你会发觉很大阵的味 有没有闻过脚臭酸和咸的味 Rainey 有没有闻过这些东西 小时候读书的时候住宿舍 什么味道都有 大阵其实也有 或者说我们的 我们的宿舍 有时候 如果个人卫生的意识差一点 其他同宿舍的捨有 日子很难捱 对 所以当你去健康 去健康的地方 便会嗅到 银行李箱 全部都有 我刚才形容的那些味道 凡是没有阳光 濕濕的 又有咸粟臭的味道走出来 那我们今天说 牙齿和口腔 和退休的情况 就是 又是阴阴濕濕 又是看不到阳光 又是在那些压差位 你说有刷牙 有 不过牙齿没有刷过它 没有刷过它 那就只要一两个礼拜 没有看牙医 有时候藏了些肉在里面 那些菜 总之吃了那些东西藏了里面 它就有机会 臭起来 有些人臭到是抹大口 然后呢 你不用 你离开 一尺 两尺 都能闻到的 可以是这样的 所以呢 就是要处理牙壳 牙壳 因为牙壳 就可以有问题 如果你说用牙扇 不懂用 用得不好 可以批走牙肉 那刚才说牙肉本身又会 虚开上来之后 没有人看 又不找个专家去看 那你一直虚下去 那它又不生 那些菌就可以吃了牙根 那又不转 你的牙就是转的牙根 一样是弯的 整件事更快 更坏 那你说 如果你不去读一下牙壳 去拆牙 前或者后 不去读一下 去处理一下 清洁一下牙壳 所有牙壳 其实你是有这个问题出现的 其实有很多人伤风感冒 都应该拆多牙 和刺下牙壳 好了 那这些菌呢 既然那么多 和可以变成那么多种 整个口里面 数不到 多到那些菌数到 数不到 它们说是过亿的 那些不同品种 过亿的可以 那 所以你说 神经线又感受不到 然后里面有整株牙 然后还有 有很多药 上了年纪要吃的 有其中一个副作用 就是令到口干 你说 口干的菌 又比较猛 所以变成了 多大问题呢 所以牙壳要学会 未退休之前 去拆牙 加清洁牙壳 很重要 所以 其实 究竟我们清洁是用什么工具 是最伤害最少的呢 那些人喜欢 我们华人用餐之后 最习惯就是用牙签 是的 因为第一 给你了 送给你了 但是那支木 你会看到它没有办法去 除了刺下去 它没有办法去 你会看 你有没有见过那些人 用牙签 是会 在咬 那个牙洞 就是你会看着它 不停 咬 咬 咬 那些牙肉 就咬 了 或者好像剁肉 剁到它碎了 所以 下次又藏多些食物在里面 如果牙签 今天牙线当然比牙签好 因为可以这样 捞下去 但是有些人真的 牙线 铁了 因为那一下里面 放下去 铁损了 牙肉 牙肉 牙肉不生了 损了就损了 有些人经历 用牙线就知道这个 所以其实牙签 想法是不错的 不过它不可以 如果能够可以 而且有些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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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牙签 那样的 类型 那 你一损下去 然后拉回一些 不好的 髒的东西 出来 而那个 那个工具 是适合 就不用 不是大 那头 又不是小 那你就变成 一推进去 一拉出去 那就很正 很好的 还可以按摩一下牙肉 令到血液循环 又不会弄傷牙肉 这个就是 非常好 就是差不多是有些牙策 它的背后 好像有些 一些胶 一些 但它就整成 变成牙签 而牙签 是有些 打横的牙签 打直的 打横 有些小小的 牙仔 这样 这个叫proxy brush 就是很有用 对于牙齒的 OK 好 麻烦赵巴士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 时间半 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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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sc эта观看 就不要让我们从 所有人淹可以 没有 以及 第二个 创业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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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608-5611-608-5611 美好生活由Anna开始 999-626-666-999 268-111-8 在加州人人必须拥有健康保险 否则将免负款 无论是有寶座的加州全民建保 个人不停建保 还是团体建保 或红蓝卡捕捉计划 如果你说家人目前没有健康保险 或即将断保 请立即联络华兴保险 我们专征各类建保 揭成为你服务 欢迎致电 650-586-3688 650-586-3688 华兴保险 你的健保手算 健康大数据 会为大家一一解破 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 4点33分 回回来 今天第三节的健康大数据 我们继续将时间交给赵博士 和大家分享一些 相关于牙齿 以及长者健康方面的数据 所以做长者 你真是不妨要听下今天的节目 是吧 Renny 今天真是最奇怪的是 又想又想要省着一些钱 最初的健康的健康 最初是刚刚退休 最初是刚刚退休 就很开心 又住在这个 那里 又住在那里 又找一些朋友 但很多地方你住的 他们都很忙 他们又没有像你这样退休 渡蜜月就完成了,在退休,就开始害怕了 就开始收了,开始用少一点,省着用 又不知道要用多久 都享受不了退休,就开始有牙的问题 很多的,当你看这个大数据,这么多人都有牙的问题 那些菌还懂得由牙根咬下去,很害怕 今天就说了一定要找牙医,还要找看Gum disease那边的牙医 Specialist Peridontist,不妨看一次 最好就连年看,又看牙医又看Periodontist 那就肯定会好些了 但是中间的途中,怎么办呢 真是很麻烦的 所以你一定要跟西医生,如果你在吃药 跟他说,你很介意 某些药是口干的 药有很多种的,很多种牌子 你不提的话,就真的不会帮你想起来 我要选一些血压药,减打抹唇药 最重要最重要是没有口干 你这样跟他说,他就懂得做 他懂得去找一些没有口干的 你说,不口干不行的 因为我不想整个口都是这些菌 你未退休之前 听过这个节目,记得用那些独独,Proxy Brush 来弄到牙垃干净的 那还有什么可以做呢 那种上一层呢 当然要用牙膏 是真的可以 有简性的功能 你平时吃很多东西都是製造酸的 糖呀 甜东西呀 雪糕呀 牛扒呀 吃碗饭呀 都是酸性来的 因为它咬烂了 你口里面那些酵素 全部都是酸性的 所以牙膏呢 是要有简性功能 也不是说很简性 但是要有简性 那还有它要有薄荷 真的可以那些薄荷是落足了的 有很多时候你拆完牙呢 发觉在拆着牙就有很多薄荷 但是拆完呢 就没什么薄荷味的 就是不用多久 差不多离开厕所 已经是没什么薄荷的 或者 比如自己 享受完之后 其实拆牙都不是很多人享受的 通常那些人呢 是不喜欢拆牙的 发觉没用去拆牙 通常听完今次这个节目 你会很认真对那些牙 而且很认真看看你自己 在吃任何一种药 不要扭到有口干 那么就 世上当然有些东西 是除了简性 世上有些东西 是会令到你减低菌 其中一样的成分就是薄荷 所以这些薄荷料呢 如果不够的呢 如果能够去找一种呢 你自己拆一下就知道了 就是哪一种可以长久一点就好了 另外有一种草药呢 叫做Echinacea 平时呢 你会见到有些牙膏呢 开始懂得落下这些东西 因为它会消炎 如果那些牙肉肿起来 它会消肿 所以它有些 有些功效針对这些非枝 非枝就是口疮 那还有就是 如果那些牙肉呢 发炎 Gengivitis 它既然是有其中一个复方 就是Echinacea 加薄荷油 甚至还用来做手口水 都有这些方法在外面 你可以找一下这些东西 Echinacea E-C-H-I-N-A-C-E-A 还有一个功能 Echinacea 就是可以减低牙痛的 因为挺有用的 它本身你用这种成分 不懂得找这种成分 也要确保有很多薄荷 你不能控制菌 还有的 牙膏你知道是粗糙的 粗糙的 其实那些粗糙的 是一些 Clay 很多时候有些东西都是用Clay 而有一种Clay Clay有很多品种 有一种是法国绿色的Clay 法国绿色Clay 做过很多研究 通常你见到那些女人 在器里面 塗到整面绿色的那种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 那种 放在牙膏里面 就可以又是针对 注牙这个问题 又是针对菌 去失控这个问题 很重要的 你现在知道 它可以串造 不是每个人都叫它 French Green Clay 法国绿色Clay 有另外一个名字 Illite 是传 I-L-L-I-T-E 这个 很多历史关于这种东西 差不多几百年了 以前埃及 那些人士会拿这些成分 去制造 让那些 去世的人 是不会被菌咬烂的 都有这种成分 所以你说这种成分 非常之好 因为它会detox 它会帮助你 让它消炎 不得意还可以控制到 那个structure 让它不要烂 如果用这种成分 去平时拆牙 那就很有用了 有很多根据的 所以要明白 这种Clay 不是很多牙膏 会用的 原因 是因为它贵的 你看看 它还要跟那些人 擦在面上 变成了 一些人已经形成了牙膏 应该不多过几元一枝 那你这个想想 其实那枝牙膏 是很重要的 但你又买一枝几元一枝 几元一枝 是不会有这些成分 所以刚刚调转 是吗 好 所以其实还有听众朋友 在我们的短述平台上 有问 是不是 扫口水 用得越多越好 比如说早餐完了又用 扫口水浪口 午餐完了之后 又是扫口水浪口 然后晚上那一餐 总之吃完东西 就立刻用扫口水浪口 是不是一件科学的事呢 我们回去讲这个 我有一个研究 是讲养鱼的 而养鱼 原来有两种做法 一是鱼光扫到很多鱼 那所以呢 那么多鱼 它就有很多鱼的粪便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泵 来扫口水浪口 然后才可以控制住 还有呢 有一个UV灯 灑了菌 让它的死液很清 另一种方法呢 就是扫口水浪口 然后就有些植物在里面 那些鱼就会 和植物就会平衡 但是就没有那么多条鱼可以看的 因为呢 太多鱼的粪便 那你就要很多植物 根本你做的那个Case 已经是叫做不天然了 所以既然这两种Case 如果你不停用瘦口水 那这个未必是一个天然的方法 还有就是 如果瘦口水是有酒精在 Alcohol 那就会伤害细胞 那么你可以选择一些 是没有Alcohol-free的 这个要怎样选择都很重要 即是好像牙膏那样 你怎样选择呢 是要 不要说我要三元一支 就是说美金 三元之以下的牙膏 那你不会有 刚才我和你说的那些东西 因为 因为做不可能做到这些东西 那你要想一下 但是我如果要脱开我的牙 脱了一只牙两只牙 这个情况就是 全部一起跟着脱的 就是这样的 除非你填回 那也是 关于找到牙医 手势又要好 要填到那个位置 那你想要咬回那个位置 咬得好不好 如果刚好 咬一下又歪了 然后呢 又要补另外两三只 那就越搞越贵的 所以所以你用那个角度一看一支牙膏 你会说 哇 别搞我 我那支牙膏 可不可以帮我拿刚才的刀刀呢 放进去填了一点点 你有没有看到很多时候去看牙医 它会有些粉 有些东西 帮你去放在牙上 然后它就会用磨砂机 磨到牙齿很干净 就是 你要想一下 就是那个成分 是会定到 那样东西好不好 而那个问题是 口呢 成几亿种不同的菌 那 你要有够多range 还要保你那么久 除非你放一些 我刚才那位 瘦口水一炸就炸了下去 那会有什么问题呢 用瘦口水用那么多那么密 就是有时候 细菌就少了 但是呢 针菌就多了 那搞到有脸猪菌在口里 那整条舌头都有些白点 有很多这些 所以瘦口水 你要懂得怎样用 还有 不要用那么多 最好就是你的口自己可以balance 那怎样balance到 怎样可以平衡到呢 就是 不要让它口干 口干是 没办法平衡的 那所以 口干这件事厉害了 因为有很多药 你不选择过它 它会让你口干 另外就是如果被塞 你不处理它 也是会口干的 为什么呢 因为 你被塞 抹大口吐气 对了 真是厉害了 你现在完全懂得 就是你抹大口吐气了 那你 你做得几次 你就 下次不被塞 都是会抹大口吐气的 这变成了一个习惯 这变成了一个习惯 最好就是未退休之前 这些东西搞定了 很重要的 好 谢谢赵博士 我们手试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最后一节的健康大数据 广告之后见 为什么光大心容海味店 可以一百元七磅 威州花旗心这么便宜 因为是原产地直销价 现在慶祝周年纪念 所有货品八八折 西藏那曲东重草 减至六八八十八元一两 快点来三樊少华佛刀办街 一一二二号光大心容海味店 南湾鱼丸大酒楼 隆重开磨 全新豪华装 放修环绕大电视 提供饮茶点心 月色佳饵及海鲜 最适合各种喜庆宴会 延开三十只寺院在Cupertino 中信广场 10911 North Wolf Road 电话6698881188 由8月22号到29号 Muni West Portal 和Forest Hill 地铁站 将关闭进行隧道修理 请乘搭KL或M线巴士 往返Balboa Park 或者动物园和Church站之间 所有巴士服务会经过 West Portal Forest Hill 和Church站 Ed Shuttle 列车服务会 往返Castro 和M Bacadero站之间 详情可以浏览 SFMTA.com Flash Tunnel Prosher 如果你还没去过三藩市 老小咸儿的国家公园 Presidio 请接受我们的邀请 带上你喜欢的杖料来这里烧烤 欣赏金门大桥的景色 探索Presidio 隧道顶部公园 这里有数英里长的跑步径 沙滩 撑斜 社区活动 博物馆 还有更多更多的地方 等你来探索 请浏览Presidio.gov 查询免费活动 规划这次访问行程 朱先生 你有没有听过 在金山灵园殡仪馆 举行桑礼会有鲍鱼吃的 我不信 那你知不知道 金山灵园是湾区唯一 华人经验的殡仪馆 不知道吧 还有金山的服务非常好 仅仅都是这么说的 你什么都不信 朱先生 你在哪间大学毕业的 我没读过大学 只是高中没有留过级 怪不得你叫朱锦春 金山灵园在空 电话650-7575-66 由西雅图美景 食温哥华美食 享受公主号邮轮 怎可以错过 有豪华旅游精心筹划 强西出的9月21号 乘搭飞机到西雅图 豪华巴士从西雅图出发 5日带你游纳西雅图 及温哥华著名景点 食风味小食及网红餐馆 正对日报将在温哥华的 下日报寺 特地预期满演消贷 9月26号 在温哥华 警察公主号 三天邮轮行程返回三藩市 9月21号至9月28号 五天号华游 加三天邮轮 全程818夜 每位租席存费 1688 加机票 存费包 五万四星级酒店 如次万宴 三天邮轮餐费 不含其他餐费 同渡游小币 三藩市到西雅图 单程机票 目前价格是160元 机票价格可能随日期接近二条章 查询马报名速电 星岛日报 650-808-888 媒体赞助 星岛日报 星岛中文电台 华方房客中心 旅客需要带齐 戴齐护照和通关文件 如果海关滞留 费用致行呈单 健康大数据 会为大家 一一解破 数据背后的 健康密码 现在来到下午4点48分了 我们今天最后一节的健康大数据 还有8分钟的节目时间 我们先把时间交给赵博士 不可以靠痛 而做一个方法 以前年轻时的方法 去看牙医 原来是要知道数据会影响 然后一提到牙膏 原来很多牙膏 因为市场的问题 大家已经形成了牙膏 用什么好 但是你和面膜又不一样 面膜、面膜、面膜 那些女士就知道 这件事很重要 但是你想想 一脱掉牙膏 说话又不好 已经做不到今晚的访问了 如果我的牙膏脱了 那些字咬得不清楚 甚至心情又不美 因为你吃东西 一吃东西就想起 牙膏的问题 所以当我们针对 牙上年纪 除了牙本身有问题 牙根也会被人侵蚀 然后牙肉也会退化 还有如果有骨质疏松 牙本身 都比人軟 所以咬了就会崩了 那种 可以做些什么呢 法国的绿色的 也叫做 Eerlite 是一个很值得 研究 和去看 如果放薄荷油 而我们不只是看普通薄荷油 看以前埃及时 他们有用 Murr的Essential Oil 有用薄荷的 但除了薄荷的 Peppermint 也有一样叫做 Winter Green Winter Green 它针对 坏菌的功效很大 还有 意大利人很喜欢在薄荷上 常常放一些Oregano Oregano的油 也是很好的 还有在19世纪的时候 牙医 以前的牙痛 就会给一些 Clove Oil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成分 叫做Eugenol 这个丁香的成分 是可以令到 牙痛 或者一些 有地方在牙肉中 肿起上来有炎症 可以消炎 和去菌 还有一种叫做 Eucalyptus Oil 也是一种薄荷 很多时候 你看到一些人 肺咳得很厉害 塗些药油在肺里 有的叫做Eucalyptus Oil 你说 因为市场的问题 大家不认识 这个数据 关于牙会变成这样 那你 你当然会说 牙膏而已 便宜一点 所以变成今时今日 放在口中 就只是 牙膏 但是不会说有些其他东西 放进去 有烧口水 但是烧口水 好像原子弹 放进去 放太多 我想放多些 又不行 一放就要喝 在口中 通常 很多那些都很疼 还有口干的问题 幸好 经过这么多大数据 形成了一种研究 就看到 有只糖分 是原来 令到口 没那么干 令到口濕 这只糖分 跟糖一样 跟糖一样 有很多糖尿病 身体那么厉害 这只叫做 Xylitol XYLITOL 有狗的人 有狗 不让它碰 因为它 不能碰 这只成分 这只糖 是跟糖一样 那么甜 很多 烧口水 香口胶 很多东西都会用 但是 因为它又是贵 它又是有效的东西 还有人的要求 在牙膏里面 不是在想这种东西 通常不放牙膏 又不会放 French Green Clay 又不会放 刚才那么多种不同的 香油 针对下去 这样就变成 平时只放一种薄荷油 一种薄荷油 不会long lasting 又不放 在沙拉陀 沙拉陀最有趣的就是 有很多 做世界在你的口里面的 坏菌 吃了它 它就 全部割下来 不再做那么多坏事 哇 差很远 这个数据又重要 就是这些大数据 原来 原来如果我这样做法 然后它又会止 止了口肝 会令到口水 多一些 差很远 这些就是大数据的功效 就是当你可以match到 人 退休 然后 又会有 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问题 那世上有没有成分可以 帮助到呢 还有 蠔壳 蠔壳是有盖的 如果蠔壳又放进去 在这种环境里面 当口不太好 然后如果我们能够 拿走牙膏有的成分 叫Glycerin Glycerin是会 防了你 比如喝一杯牛奶 那些钙 那些钙就已经在水里面 如果有Glycerin的牙膏 就会 防止你吸收了那些钙 只要 流失那些钙 所以要避免Glycerin 又要放一些好的东西 这个 就真的要除了拿大数据来看 还要经历了那种东西 然后慢慢明白 会不会拿着钙 钙在牙壳上 然后医治牙 刚才说了那些成分 你能够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 这样 就非常之好 而且如果牙齿健康的话 我们的退休生活 就真的会多姿多彩一点 因为 我们的时间已经完全属于你自己了 而且 短个月 不用工作也有钱收 是不是 心情已经很好的 若果这个时候 有牙周病 有住牙来到 反扰你的话 我们晚年生活质素 就真的 没那么好 没错 所以千万不要省省 护牙 或者省省看牙医 看两个都不要紧 因为 一个是看牙肉 一个是看牙 你不能够一个看两样 因为其实它两个 都是看牙肉的 是专业看牙肉的 所以变成了 是不同的科 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 OK 与此同时 就大家正说 赵博士说的一样东西 其实大家很容易忽略的 就是 塑口水里面 它是有一种是含有酒精 和不含酒精成分 嗯 若果大家条件许可的话 相信其实 价钱都不会说差很多 若果大家真是 对于牙齿健康 口腔健康会 比较着紧一点的话 大家尽量去选择 不含酒精的 熟口水 OK 没错 这样对于你们牙齿的 保护就会更加周全 谢谢赵博士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辛苦了赵博士 下星期同样时间 再有请赵博士 和我们一起分析 健康的数据 嗯 谢谢 拜拜 OK 谢谢赵博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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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字幕志愿者 杜茜